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脚足球的代价究竟是多少 对方就说谁会拿古董种花啊 然后感觉我是在讹他 不好判定 是个技术活 党眼收藏江湖 论见华山之巅 这是一座由干江穿城而过的绿色城市 自古人节地灵雾化天宝 从千年海昏的举世主墓 到藤王阁序的千古流芳 这里诗情流淌 文脉绵长 中国革命的第一枪 造就了一座名副其实的英雄城 也让这里成为一座 没有围墙的红色革命博物馆 这里是南昌 大家好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 大型文化收藏节目 《华山论剑》 我是主持人田田 欢迎您收看 港生欢迎市场团 鉴定席文化团的各位专家 欢迎 《华山论剑》 《华山论剑》 席选全国的海选健保活动 正在火热进行中 如果你也有藏品需要鉴定 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 点击线上健保 就可以请专家在线和您交流了 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线下的海选健保 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南昌 掌声有请通过海选 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呢 我叫张清然 张女士你好 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这是一幅画作 这画的是桥边垂柳 对 小桥流水 画的是早春的场景 再详细地介绍一下您的藏品吧 这个是我当时去苏州旅游的时候 然后路过了一个小画廊 这里面的画全部都是很有年代感的 这幅画是一下子把我吸引到了 我就一看上面小桥流水 然后垂柳桃花的 特别有意境 之后我去问了一下那个店家 他跟我说 这个是清代的画家的作品 之后还出售 卖八千块钱 这种画的话我觉得是比现在的这种 室内的这种装饰画要高级很多 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家庭会喜欢那种中式装修 然后再配上这一幅画就觉得非常有感觉 正好我家也是这种中式装修 之后我这样一想说 两百多年前的藏品才卖八千块钱 一咬牙就买了 等到回去之后我就开始琢磨 我就觉得说 这两百多年前的卖这么便宜 因为现在这种近现代的这种画家的作品 一幅怎么也得几万十几万这个样子 我就想说会不会是假的 所以说我就拿来想要鉴定一下 的确我们现在 大家对传统文化的喜爱是越来越深入了 生活当中有了很多的使用场景 比如说茶室呀书房呀客厅玄关 都有它的一席之地 那这几年我们古画的市场也是在逐渐地变热 那像这样一幅画好好地装表一下 还是很有意境的 这幅藏品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好 来 藏有输入的是 一万元 对 为什么雇一万呢 因为我这个是八千块钱买的嘛 我觉得它怎么也得升点值着现在 也不敢往多了想 是的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针 藏和五千年 文明一脉船 这位藏友带来的是一幅署名为五谷祥的卷本山水 我们都知道咱们中国的书画作品呀 有两大主要的介质 一个是宣纸类的 其中包括升宣 淑宣等等 那么卷本类的又包括卷灵等等 那么现存最早的山水画就是隋代战子前的游春图 它也是一幅卷本类的书画作品 书画建林圈有这么一句话叫 只寿千年 卷寿八百 其实在事件当中我们会发现 咱们中国书画作品的寿命远远不止 这所谓的八百年一千年 刚才我说到的游春图 距今就有一千四百多年了 到现在仍然可以展出 供大家去欣赏观摩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咱们历朝历代的很多的 装表记忆的匠人 会对他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外科手术 例如游春图就经历过北宋时期 清代早期以及民国时候三次大修 那么那一幅卷本画在进入故宫博物院的时候 就进行了重新的修复 因为这个卷本的书画作品 经过长期的打开折起 卷起会形成很多的折痕 你可以看一下您买的这幅作品 尤其是下方包括垂柳的这些地方 有很多横的断纹 就是因为这个卷本 它是通过这个纺织经纬线制造出来的 它的这个折痕 经过这个水分温度湿度的变化 会在这个折痕处形成断裂 基于这件作品的文化解读 我将会给它一个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请鉴定袭来变甲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有请 我们的藏友张女士 带来一幅署名五谷祥画的山水画 确实这幅画呢 是画在卷本上 而且是水墨画 从整个这画的这个风貌上来看呀 确实是真像一幅古画 我倒觉得这个处处能能看出宋元风格来 还真是没能看出 有五谷祥的习惯性的画风 我们来跟您这个分析啊这幅画啊 这幅画呢中心部分呀 画了一重一轻 一前一后的两棵柳树 也正是初春时节 还没有发芽 这个柳树的后边呀 倒有几颗桃花 抢先绽放了 由于桃花上的这个白粉啊 有些脱落了 不仔细还真看不出来 它在左边呢 画了一块大石头 三笔两笔 下笔非常干净利落 而且呢确实有宋人 俯辟孙的这个风格 这幅画的中间呢 画了几笔断桥 桥上有一个小孩啊 正在观赏 我们注意看啊 这个小孩身上的这个衣纹 还有桥的栏杆 以及还有桥墩呢 的画法呀 钉头鼠尾的 有书法的味道在里头 另外呢 远处的河堤呢 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 整幅画呢 近景 中景 远景 层次非常分明 一看是非常成熟的 一张水墨画 这幅画的这个左上方啊 有作者提示一首 浅降红桃绿柳条 春山各画碗烟桥 烹茶玉籍清溪水 维幻二红过野桥 光绪雾银二月 仿新罗山人画法 五谷祥 印章呢 秋农 注文 这幅画呢 是用黄鳞子 表成镜片 画面呢 也正像我们文化席说的了 确实有很多褶皱了 到底这幅画 是不是作者本人真迹呢 经我坚定 真迹 我个人的鉴定意见是 这是吴祖祥所作的 山水真迹 我说一下看真的理由吧 大家都知道 清代三百多年 在画山水上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创新跟突破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就是复古和临摹 也就是模仿前朝 诸家名作 作为自己创作的主体 这幅画呢 其实也是吴古祥 学访新罗山人 也就是华言了 的画法 只不过他就是没有完全照搬 加注了自己的理解跟设计 所以呢 这个也形成了自己的临摹的 这个一个风格跟习惯了 我们找到作者同时期的标准件 和书法签字 我们做了比对 完全吻合 基于这件画的艺术价值 我给您一个呢 鉴定估值 好吧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系统了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这些年呢 就是说书画市场一直比较冷 我说冷了 不是说市场上不好 因为市场上大宗成交 书画的成交额是最高的 就是普通老百姓呢 我买画 我又不懂 我感觉书画的水啊太深了 我买的 万一是个赝品 它一分钱不值 你说专业的人是收藏画吧 他很多买的 比如一些大名头的 或甚至一些代表作 那有的几百万几千万 甚至上亿的 老感觉这个门槛太高了 对 就门槛太高了 就像咱吴古祥先生这幅画是 其实他是海派很重要的画家 就在当时的 书画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只不过是呢 现在呢 好多人呢 关注他的少 因为他的作品呢 在市场上 也不是说特别的多 另外一个呢 就现在的家居 很多我比如花个几十块钱 放了那个装饰画 感觉也很漂亮 但是它的味道呢 跟咱的古画是 肯定不能相提并论的 并且呢 就这样的古画呢 因为随着这两年啊 就大家的认知 就是价格呢 一直在稳步的一个上升 你比如像吴古祥先生 他2019年 就在加德55期 即拍上面 拍过一个 他的昌浦共识图 当时成交价呢 是两万八千七百五 到2021年呢 就是加德58期 拍卖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 寒林暮雪图 成交价呢 是19万五千五百块钱 就他的价呢 是一直在 一个稳步的 一个提升 也是提醒藏友 就是这样的画 是非常有潜力的 包括 就是咱们很多 其实说在 当时书画地位啊 特别高的一些画家 就他这些画 就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就这样的话 就升值保值空间呢 是更大 所以基于以上 我给一个 现在呢 一个好流通的价格 我的估价是 他的市场报价是 两万五千元 揭晓鉴定估值 一万八千元 揭晓文化复值 两万元 所以他 隔离的市场价格区间 应该在一万八千元 到两万五千元之间 好 还可以 马上给他配镜框 好好地保护起来 好的 藏品可以获得 画商论剑为藏品颁发的 真品证书 恭喜您 有请 您好 这是我拿带的把剑 您怎么夺带这把剑 哎呦 那个讲起来就很长了 大概在零八年的时候 我去福建古安城一个古安商那里买的 我看着这把剑 我看着这把是一把七星龙泉宝剑品项相当漂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是黄金的这个剑 我不是做古种生意的 我就喜欢 我就把它买下来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你怎么称呼呢 我六个墙 说咱们这个宝剑上有七颗金子做的猩猩 我们来看一看 在哪呢 您给我们指一下 哇 在剑身上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它是纯金的吗 应该纯金的 那个这个 钻书款的龙泉 它这个剑窍上有钻书款的龙泉 那您是用这个仪器检测过 还是怎么断定 它这个剑身上的这个金色的点 就是纯金的 哎呦 这倒没有 极其检测 但是我是 传说呀 这个瓶这个 里面的那个质感啊 你看黄金这么几百年的 还是这么金灿灿的 对不对 还不上一点秀 是吧 而且 你看这个做工啊 我们老祖宗这是 在几百年前 做出这么精美的东西 说是08年就购买了它了 对藏品非常的有信心 那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 还要来健保呢 我喜欢收藏 这件东西啊 在我手里已经十几年了 但是我买来的时候 我是也花了点钱 然后人家看着这个 哎呦 你这个东西这么好 就好多藏家问我要 我想要转浪 我呢 就是 我要把它搞懂 我要通过专家 通过这个平台 我要把它认识清楚 第二个目的呢 就是 这个市场价值怎么样 是吧 对于我是很关心的 这个东西 是吧 有很多其他的藏友 也感兴趣 如果要成熟的话 你也 要有一个准确的 这个心理价格的判断 对对对对 这么多专家的话 肯定比 比我们 这个民间的 要懂很多 所以我来请教 来请教来了 我们看这把剑 它不但剑身和剑翘 是原装原配的 而且感觉这个剑身上 有很多 我们说锈石的斑点 但是在这个锈石斑点 掩盖下 还能够看到 它的这个泛着光泽的 可以说是泛着荧光的 这个剑身 我看它这个剑身挺薄的 相当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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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般的锋利 那我们现场来 要不然来试一下 请我们的制片 上一下道具 我们感受一下 它的锋利程度 来 辛苦了 我以为我们导演组 准备一张普通的纸 但是我们准备的是一张 恶意剪辑 这个一定要再次澄清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 《华山论剑》的节目 在网络上非常火 就有一些这个不法之徒 恶意剪辑 我们节目的视频 对节目和专家 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这是违法犯罪的行为 我们《华山论剑》的律师团 也给相关的一些账号 已经发送了律师函 进入了司法程序 在此我们要用 我们的正义之剑 砍碎 恶意剪辑 哎呀 田田 这事我要自告奋勇 恶意剪辑我的视频 是太多了 我是深受其害 所以我今天我要挥起正义之剑 把这些罪恶的东西 啪了 来 有请陈老师 他这种宝剑应该怎么用呢 这个剑 如果说要展现它的锋利 事实上 我们只要拿着这张纸 轻轻地一挥 看到它的这个断口 非常的整齐 也能够显示出这个剑的锋利 感谢陈老师 谢谢 有请 我们说这个龙泉宝剑 它是2600多年前 春秋战国时期 它OS创造的 到现在它是一种品类了 对对对 一个品牌 是是是 那这么多年的历史 它到底属于哪个年代呢 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藏有输入的是 18万 为什么估18万呢 我也收藏 也有完了有几十年 二十多年了吧 我还没有看到 第二把比它好的宝剑 那七星就跟不用说了 第二个的完整性很好 也没什么瑕疵 好东西就是好价钱 决定藏品价格的是 它蕴含的历史文化 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 那其实我们这个 中国做剑的这个历史 是很悠久的 早在这个山中时期呢 就已经有这种 青铜的短剑了 那到了这个东周时代 我们知道 这个当时 列国争钱争霸 对于这个兵器的 这个需求很高 所以呢 就出现了很多的 这个优秀的这个兵器 比如说我们都熟知的 月丸剑 五丸剑 那我们知道 当时也涌现出很多 类似于像这个 肝尖啊 墨爷啊 还有欧爷子啊 这样的一些 祝剑大师 那我们知道 这个欧爷子啊 作为这个祝剑名师 祝出了三把名言天下的宝剑 其一是龙渊 然后是太阿 然后是公布 龙渊就是龙泉 是因为毕唐高祖 李渊的慧 把这个渊改做了泉 所以叫做龙泉 所以在唐代以后啊 我们这个龙泉 基本上也就成为了 宝剑的这么一个代名词 尤其是清代以来的 这种七星的这种龙泉剑呢 在我们的民间呢 还是有一定的城市链的 它也是我们研究 我们的这个民俗学 还有这个工艺学 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那基于此呢 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我们暂时封存 请鉴定席来变价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有请 刘先生带来了一把龙泉剑 那么对于龙泉剑的这个赞美呢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那么我们就要看今天 刘先生带来的这把宝剑 它是一个什么时候的宝剑 龙泉剑呢 在明清时期啊 特别是清淡 它主要呢 有三个类型 一类呢 是福寿剑 一类呢 是牙织剑 还有一类呢 是花草剑 那么这把宝剑呢 它的这个靶 和它的鞘呢 都是用红木制成的 剑阁呢 它是一个牙织剑阁 在剑鞘的鞘口的上姑上面呢 有传书的龙泉两个字 如果对 这把剑 就是清代中往期龙泉砖的一把宝剑 那么这把剑 经我鉴定 真品 我的个人鉴定结论 这是一把清代中往期龙泉砖宝剑的真品 我们看这把宝剑 它的剑条 铸得很厚重 应该是一把实战用剑 剑身呢 它是采用了折叠断打 复合铸造的工艺 至于上面错的这个漆心 我要纠正 刘先生刚才说的 说这个嵌的是金 它不是金 它嵌的是铜点 是黄铜 那么这把剑它整体的这种感觉 应该说还是非常棒的 而且这一类的剑 在清代中往期的时候 它虽然不是量最大的一种 量最大的是福寿装的剑 但是要论品质 最类牙脂剑壳的龙泉砖剑 是当时清代同类的宝剑当中 品质最好的 您这把剑呢 保存也很完好 包姜也很厚重 而且是原装 没有任何的厚修厚感 因此呢 保存到今天 能有这样的品项 应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 我给你输入一个 鉴定估值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我记得咱们花生论剑 应该是有至少五年 没有上过这种龙泉宝剑了 很多年前咱们节目上过 所以说这个龙泉宝剑 至少在近五年内 咱们市场还是越来越少 这个我告诉你是什么原因 因为国内啊 其实暗藏了很多 玩这个冷兵器的仓家 所以说这样的东西 都是悄无声息地 进到了这个专业的 收藏的这个爱好者 仓家手里边 所以像您这样 就是在民间 还在流散的剑 已经不是很多了 像这把剑呢 倒是在两年前 咱们北京这边 那个华裔春拍的时候 上过一把 跟这个样式是一模一样的 当时这个加上佣金 是拍了34500 所以说这种剑呢 现在其实是一个冷门 就是专门玩冷兵器的 确实在这个 趁着价格低 都在入手 然后呢 等大家未来 再反映过来这个剑 确实这个如此之美 价格如此之高的时候 可能市面上 已经是奋毛麟角了 所以就目前的市场来讲 我给您先出一个市场报价 它的报价是 三万元 揭晓鉴定估值 三万元 揭晓文化负值 两万元 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 在两到三万元 我明白了 现在心里什么感受呢 我就了解了它的一个市场价值 我以前确实不知道 但是我就看到它的东西 这个稀缺性 精美性 我感觉 两三万 那是太低估它了 您也别灰心 因为我们华山论剑 一直说是引领收藏文化 为什么选择这把宝剑呢 觉得它非常的有代表性 现在大家对于冷兵器收藏的认知 有很多人对于我们的 这个传统的历史文化 它了解没有那么深刻 随着这个了解越来越深 相信它会超过很多 现在所谓品牌的这个工艺品 中国传统的这个冷兵器 有一天能达到您心里预期的价格 好好地保管它 好吧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 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恭喜您 有请 这是新的 如果这条原型话 您这值多少钱吧 一过千万 一个门字 这种门字的交易文 一个接一个证券 有一道空白 这是点原代特别 如果说您带的没有份了 再一个原代是麻畅土 应该特别盈润 但你看那干涩涩的 包括青花 用的是苏玛丽精料 新的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您好 您怎么称呼呢 我叫邓豪月 邓女士您好 看一下您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 是一个青带的花盆 是一个青带的花盆 好漂亮的花盆 像这种这么高 整个是一个筒形 而且底下有镂空的这种五彩花盆 还是第一次见 非常的漂亮 平时真的会用它养花吗 是 本来这个花盆是一对 今天带来了一个 为什么呢 都拿来让我们看看 两个一样吗 因为家里的那个碎了 太可惜了 我们说光看它 就是一个艺术品 那再种上花 种点蓝花 多好看呢 是 我们家住在二楼 然后阳台上种了很多的花 我特别喜欢这对花盆 里边也确实种的是蓝花 然后小区里呢 有孩子在这踢球 一脚呢踢到我家里 然后把这踢碎了 哎呦 太可惜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赔偿呢 是 这种品类来说 对 联系了孩子的家长 提出赔偿 然后对方的态度呢 特别不好 说谁让我在这个阳台的高处 放这个易碎品 然后说一个花盆 能值多少钱呀 顶多赔二百 那我就跟他说 我这个花盆 是家里的老物件 家里已经传了好几代了 二百根本就买不到 然后对方也不信呀 对方就说 谁会拿古董种花啊 然后感觉我是在讹他 其实这事啊 我听着就感觉 让我们觉得有点气愤 我们 别说住二楼 哪怕是住一楼 也是在我们自己家的家居空间里 你小孩 你甭管踢球还是怎么着的 你把人家别人家的东西弄碎了 家长应该是有一个态度的 对 所以我也是今天来到咱们节目 找专家给鉴定一下 确实是不了解这个市场的行情 的确面对古董 甚至我们收藏品损毁的时候 是特别容易起纠纷的时候 就在于大家对它的价值判定 往高了说 慈禧 它的大雅斋的花盆 那得多少钱 对吧 往小了说 咱们日常的仿古的花盆 别说两百了 几十块钱就能轻易地买到 不好判定 是个技术活 今天来华山论剑你就来对地方了 首先请你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以万维单位 藏有输入的是 五万 为什么估五万呢 毕竟觉得是家里的老物件 应该挺值钱的吧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 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航河五千年 文明一脉船 今天这位藏友带了一件花盆 这花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气形 实际上在很久以前 我们的和睦度文化时期就出土过一块桃片 这个桃片上就非常清晰地刻画着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气物 在这个上方就盆栽了一棵五个叶子的 类似于万年青这样的一个植物 由此可见在很早的时候 咱们的先民就已经把野生的一些植物移植到盆子里 然后进行家庭的这种养殖 然后到了唐松时期 你像咱们唐朝的张怀太子墓就有一个壁画 上边就是一个宫女捧着这个盆景的这么一幅图像 盆景实际上是这个盆栽植物的一个上升的一个高度 更加艺术化了 盆景以景为主 盆栽实际上就是种植一些花草而已 你像咱们盆景的花盆吧 它就会观赏性更强 用的材质也会更好 然后它的气形也会更丰富一些 比如说像一些长方形的 椭圆形的这种矮的扁的这种 还有一种就是这种高筒形 这种深的这种花盆去做盆景 它主要作为套盆使用 就是说我们在适宜的这个时节日子 把这个桃养殖的种植的这些花草 放到这个套盆里搬到室内去 极具观赏性和美观 基于这样的一个文化解读 我给您这件花盆一个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请鉴定袭来变价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有请 我们这个藏友拿了一个花盆 实际上花盆它本来是一个高档的气形 我们称为叫花气 也就像我们煤瓶 包括这个油春这类的 它都是插花用的 包括还有小胆瓶 也就是花气 花气那就是这种陈设气 所以说花盆也是一个非常高档的气形 那么这件还是很少见到的 一般我们常见的全是这种矮装的 像这个高的确实不常见 而且绘画的这种粉彩的折肢花卉 绘画的看起来还算很精致 那么底边也是带了两个眼 其实花盆这带眼的 一般我们说就种根 就是容易散水的植物 那么还有一种像水仙盆就不带眼的 所以这个带眼还是种经常浇水的这种植物 那么刚才咱们的藏友说呢 这个家里传的 那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经我鉴定 真品 我的个人坚定坚是 这是一件清晚期同志时期的粉彩花盆 那么这件为什么我们准确能说出 它是一个同志时期的 那么同志时期的 它的彩特别浓艳 我们也号称叫同志彩 那么到了光细时期呢 它这种彩就基本上倾向于这种淡雅了 所以这个准确能说出 它是清晚期同志时期的 那么这种我们可以看它的材料 从它的绘画风格 这种折之花卉 一般就是同志和咸丰时期的绘画风格 你看绘画的呢 很精致 包括这叶片 这种阴暗 反侧 都表现得淋淋尽致 另外呢 还有一个 我们看它的彩 是非常厚重的 就是有着自然的这种包姜 尤其是看什么呢 看这种繁红彩 那么如果是新彩呢 它这种繁红啊 是感觉到非常的油腻 但是老的这种繁红彩 它是一种磨砂杆 因为本来这种繁红彩呢 它就是氧化铁 这种氧化铁呢 时间长了呢 它也会受尽 所以它是这种磨砂杆 所以你看 这种繁红彩 只要很油腻的 那全是现代的这种彩 那么我们再看这种胎脂 从这漏胎处 我们看胎脂 虽然说有颗粒状 但是呢 非常的盈润 而且胎肉结合处 出现一个小的二层摊 也是清晚期的 修足的一个方法 这个花皮呢 我一看呢 完完整整 也是一个清晚期的 那么基于这种条件呢 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系统了 来听听市场团的分析 一个花盆 如果是按照一万块钱 来计算的话 如果是成对的话 它价值应该成以三倍 就说一说 你损失了一支的话 对价格还是很大的影响的 2021年 华裔拍过一支 比你的支稍微略小一点 而且没有下面那个托 当时卖了六万九千块 所以说 基于这支品箱 我给一个 现在我可以认可的一个价格 它的市场报价是 五万元 揭晓鉴定估值 六万元 揭晓文化复值 六万元 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 就是五到六万元之间 太可惜了 是 其实赔多少钱都不重要了 就觉得特别的可惜 本来是一对 现在成为一支了 就是特别的遗憾 这个纠纷打算怎么处理呢 依反处理 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件 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还是要恭喜您 有请 今天带来一个红柱窑的一套展图 我们江西的民谣 红柱窑 应该是暖炒的吧 暖炒莲花展图 这个是在很多年前 南庄古安市场上买的 就在本地买的 本地买的 花了多少钱 这个不方便了 暂时保密了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你好 你怎么听的呢 这真小题 你好 我们来看一下 您带来的藏品 说是南朝的瓷器 对 我们说魏晋南北朝 距离现在有1000多年的历 1500多年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展托 它这个颜色很漂亮呀 这是一套吗 是一套 颜色稍微有点 还有开片 都有一定的区别啊 因为它是分开烧烧的 所以说在遥控 不可控制的下 肯定颜色有点偏差一点 略有差别 但是很和谐啊 那您的这件藏品 既然收藏了这么多年 又这么有信心 为什么现在想要鉴定了呢 考虑出手吗 一来也想 因为收藏了这么多年啊 发钱也发了很多 其实很多藏友 来参加我们 华山论剑的 线上线下海选 一方面是相信 我们是一个 公开公平公正的 鉴定平台 我们有 庞大且专业的专家团 另一方面也是看重 我们平台的文化收藏服务 一旦在线上线下海选 或者我们节目的现场 只要被专家认定为真品 就有资格登上我们的中华大连拍 跟全国的藏友进行交易 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和新媒体上 每天都有在线的直播拍卖 我们还有月度的精品的拍卖 如果是真品的话 不愁没有买家 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藏友输入的是 10万 为什么估10万呢 南北朝是福教顶盛时期 这道莲花亲子掌握了 是当时的见证 二是了那个 查顺路易 曾经在查经 评价过 唐代亲子六大民谣 而冯舟谣是其中之一 从珍惜成路来看 我认为最少10万 决定产品价值的 是它所蕴含的历史 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长河五千年文明已卖船 今天我们这位先生带来的是 一件所谓的红舟谣的 一个查展和展托 对吧 说起红舟谣 可能我们很多藏友 还不太了解 红舟谣呢 是位于我们江西的 这个封城的 它是中国陶瓷史上 在中世纪 比较著名的一个谣场 华山论著 红舟谣 中国古代重要的青瓷谣场 属于唐代六大青瓷名谣之一 谣址分布在 县江西省封城市一带 此地唐代属红舟 故称红舟谣 红舟谣从东汉晚期开始 历经三国 两晋南北朝 隋唐 古代 约有八百年的历史 以烧青瓷为种 拍色较深 诗化妆图 右色多为青褐色 江西的这个红舟谣 在中国的陶瓷 制瓷技术的 这个发展过程中 有两样非常巨大的贡献 它发明两种 非常重要的窑具 第一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霞波 霞波我们知道 它是用来盛装这个皮体 从而保护它的一种装置 我们烧制的时候 就会把瓷器放在霞波里边 然后放到这个窑里边进行烧制 有了霞波的保护 我们就可以避免什么样 窑内的落灰 还可以保证它的温度 而且我们知道 霞波都是用耐火土等等 或者是瓷土制作的 它的坚韧度厚度比较高 比较大 所以用霞波还可以进行一个叠垒 从而更好地利用窑内的高度空间 这样可以增加我们这个装烧量 第二个发明就是火罩 我们知道火罩在过去也叫罩子 我们现在经常叫示火器 一般是利用它自己的这种碗 或者盘的这种劈体 然后在它的侧面掏出一个圆形的洞 然后把这个做好的这个劈体 就放在我们这个窑笼内进行这个烧制 当我们需要观察它之后 我们就用一个拉住 然后挂住这个圆孔 从这个关火孔把它拉出来 就可以看到它烧制的 现在的右面和劈体 是不是成熟了 那么有了火罩以后 我们就极大的提高了 我们烧制瓷锡的这个成品率 那么您这点器物呢 从它的这个右面的这种 剥落质感 青黄色的右面来看呢 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个江西洪洲瑶 这个南朝时期的这种特征的 比如说像在江西省博物馆 就有一个展托 与我们这个非常相似 那么结合您这件器物的 它的窑口的历史文化背景 以及您这件器物的品项 我给您输入一个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请鉴定席来变价持针 请您踏浪而行 有请 当时在海选的时候 我看到这件藏品 确实也感到很惊讶 因为这件东西 如果是倒带的话 一千多年了 能保存得这么完整 在这个市场上面 甚至博物馆里面 都是很少见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件 斩托它的特征 首先呢 它这一套呢 是由斩和托组成 上面这个小斩啊 我们看到它通体的 湿的清幼 里面呢 还有三个支钉 这三个支钉 是属于它的装烧的方式 带有呢 它的右面上 我们看到了开了很细碎的好多开片 它的这个底部啊 漏胎处 这个修胎的痕迹 也是很明显的 这个托呢 它是有这个托口 和这个托盘组成 我们看到了 也是右面呢 非常的凝润 而且呢 里面 它这个剃刻的连半纹 也是很清晰的 看它的底部呢 没有用 像这种斩与托 它到底是哪个朝代的 是不是红周瑶的呢 经我鉴定 华山论剑2023 全国巡回海选健保活动 第28站即将开启 时间 2023年12月24日9点到16点 地点 浙江省绍兴市粤城区人民东路 1187号 绍兴尾峰谷完成 华山论剑专家团 现场坐镇 面对面为您 变甲时针 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 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 只要您的藏品被鉴定为真品 还有机会参与 华山在线中华大连拍 垂巡热线 0298931 2913 详情 一颗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或论剑华山小程序 经我鉴定 真品 我的个人鉴定结果是这是一件南朝红周瑶青瓷克莲文展脱 首先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它这个气型啊做的是非常的优美 而且呢这个右光啊也是很温润的 如果上手看发现它的右层啊是非常厚 特别的晶莹剔透 尤其是这个托内这个肌肉的地方非常明显 证明这个柚子啊它的流动性是很强的 再有它这个剃刻花的这个工艺啊也是特别精美 整体看呢它有一种浅浮雕的效果 这个莲半纹啊特别的朴实和端庄 它这个底部我们能看到啊 它这个修胎呢也是很干净利落 漏胎处的这个包浆呢是非常深厚的 因此这件东西是非常开门的一件 南朝红周瑶的藏品 鉴于这件茶套具啊 它这么完美的一个品项 所以说呢我给这件藏品啊一个鉴定估值 它的鉴定估值已经输入系统了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的饮茶文化是非常悠久的 那么茶契呢在各个时期都是收藏市场上比较热门的一个品类 从拍卖市场上来看呢 像2016年加时德香港 它成交了一件同类品 当时呢是有一个17万左右的成交价格 所以结合以上原因我给出一个市场报价 它的报价是 16万揭晓鉴定估值 来 15万揭晓文化复值 12万 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12万到16万之间 现在心里什么感受 我们收藏就是以实降矿风降 我们这个掌头了 收藏了大概178年前 也应该有所收获 对它的保存保管也非常好 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建卫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也恭喜您 有请 这个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我朋友家的 朋友叫帮我带过来的 帮我这里鉴定一下 朋友跟您说这是什么年代了吗 这是明代的 他说是明代的是吧 对 这个挺沉的吧 挺沉的 我刚才抱着来的时候都挺累的 我朋友对于这东西挺有信心的 他说能上节目 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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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称呼呢 我姓张 张明顺 你好 带来的这个炉子 说是明代的还是替朋友来的 对 这是朋友的 据说是林代的这个炉子 很多藏友都非常想登上我们华山论剑的舞台 跟全国的藏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这么好的机会 他这个宝主本人 怎么不来呢 为朋友在国外 有很多在海外的藏友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 甚至我们节目已经成为了我们陕西乃至中国文化收藏的一张名片 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心目当中 也是为传播我们中华文化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 因为我们点击量确实很高 那我们也希望这一件藏品能够带来准确的信息 凭什么判断它是明代的呢 也是他跟我讲的 然后我来这里也就是想在这里鉴定一下这个炉子的真假年份 还有一个价值 这有多少钱 真的 几十斤 十八斤 十八斤 那真是结实 而且比我们常看的那些香炉体积要大得多 它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呢 请专家来揭晓 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藏友输入的是 十六万 为什么估十六万呢 因为我朋友他给我讲的估这个价钱 决定藏品价格的是他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针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船 藏友带了一个三足的一个顶式炉 那这种炉子它其实流行的时间它很早的 我们一提到炉子呢 大家可能都选到宣的炉 是吧 那个认为是宣德年间创建的这种宣的炉 大名鼎鼎的 那在宣德以前的那些炉子流行什么样的呢 在宣德以前啊 其实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炉形 特别流行 一个就是汉代的博山炉 那其实还有一类呢 就是宋代很流行的这类炉子 这种 那个朝国尔形的这种三足顶式炉 宣德炉里面也有这种炉形 它的这个原型就来自于南宋的奸娘子制炉的样式 也就是说这种炉式在宋代的时候 就是一个基本样式 是大家做的一个流行一个样式 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后代 包括原青花也有见过这样子一个炉形的 还包括我们明代早期的 你看这个永乐时期的那种青花 那种顶式炉 也这样子的 我们的故宫博物院 还有南京博物院 都有这样的明永乐时期的青花的这种三足 朝光尔炉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所以呢 基于这种炉形 在我们这个炉石里面的 它的这个江湖地位 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历史价值 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请鉴定席来 变甲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有请 这是一只朝光尔的三足顶式炉 那么朝光尔呢 确实顾名思义啊 就是因为他的样子 像古代官员官帽上的一对帽刺 而德明 大名鼎鼎的宣德仪器图谱当中呢 也有这款炉子的记载 据说 做这款炉子 当年是宣德皇帝 专门颁给张氏府啊 汉林院啊 等等就这些部门的那些大臣们 来进行使用的 有加官敬绝的这样的一个语意 那么这一只炉子呢 他整体的就这种气形 是深得明清两朝皇家的喜爱的 因此呢 在皇家的一些礼器的使用当中 首选的就是这款炉子 我们今天在故宫博物院的一些大殿里面 看到有成色的这样的一些炉子 还有呢就清东陵清西陵等等 包括我们到山东取府 孔子博物馆去 看当年皇家遇事给孔府的那些 武贡器当中的香炉 基本上全都是这种朝贯人的炉形 可见当年皇家对他的重视 那么这一只炉子究竟是什么时候铸造的呢 经我鉴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山论剑2023全国巡回海选健保活动 第28站即将开启 时间2023年12月24日9点到16点 地点浙江省绍兴市粤城区人民东路 1187号绍兴尾峰谷完成 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 面对面为您辩假时针 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 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 只要您的藏品被鉴定为真品 还有机会参与华山在线中华大连拍 垂巡热线0298931 2913 详情一颗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或论剑华山小程序 钉我鉴定 真品 我的个人鉴定结论 这是一只明代同柱朝贯尔 三竹鼎式香炉的真品 我们看整个香炉 它呢是盘口树井扁原符 符布两侧呢 一对曹冠儿冲天向上 光威赫赫 底下三个兽竹厚重有力 和炉符呢是浑然一体 看上去整个炉子是非常的扎实沉稳 另外呢明代的时候这类的炉子 它的炉符相对要扁圆一些 而到了清代呢 它的炉符就滚圆滚圆 而且身上呢可能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装饰的文样在上面 就显得比较繁琐 这个就是明代和清代 不同时期 驻炉的风格的一个区别 这只炉子呢整体造型 包括它上面的这些文样 都体现了明代审美的那种极简之美 同时呢它又带有明代的那种 粗犷的工艺特征 保存的也十分完好 东西很不错 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系统了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其实您在北京这边啊 就是可以去一下白云灌 那个大殿当中院子里面 就有一个这样的炉子 这种炉子呢是怎么陈设的 它是放在庭院当中 底下是汉白玉的那个树腰座 是这样陈设的 所以规格等级还是很高的 这件炉子呢唯独的一个小的缺陷 就是耳朵边上和口颜的 有小小的磕碰 当然都是老磕 这是使用过程中造成的 如果说这件炉子有款的话 这件炉子就更好 所以就目前这个炉子的情况 我给您输一个市场报价 它的报价是 8万元 来揭晓鉴定估值 8万元 揭晓文化负值 6万元 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 应该是在6到8万元之间 可以 藏片可以获得华山论建 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还是要恭喜您 有请 节目进行到这里 本场的所有藏品 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 再次感谢各位的专业分享 谢谢 感谢北京天安谷完成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江西公控 艺术品文化创意产业园 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 华山之巅 我是田田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